是什么让这对年轻的夫妻陷入今天这个地步 变化太大了吧 我们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 除了因为家里面或者小孩的事情 通常情况下不会有任何联系 今天 小杨来到金牌调解只为一个目的 我要离婚 意外的是妻子小周却一脸懵 不知丈夫为何要离婚 不知道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相关不合算吗 妻子究竟犯了什么错 让她雷打不动地要离婚 跟她吵架的次数太多了太频繁了 可是妻子这边也充满着委屈无处发现 我就想要不我挂了算了 就是死了算了 赤裸裸地来 赤裸裸地走呗 这段短暂又充满坎坷的婚姻究竟是谁的错 你为了曾经的一个躲避 你害了她一辈子 你如果坐不到海纳百川的话 你就永远是那半瓶子水 当一个婚姻没有真诚和平等的时候 二位在一起真的是不太幸福 他们的婚姻是否还有挽回的余地 年轻的婚姻究竟该如何经营 一起走进金牌调解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周女士和杨先生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的诉求就是 尽量能让她的心情平复一点 然后把我们的婚姻关系给解除了 她说的 把我拖死她也不愿意 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好过 要么大家都这样 两个都不好过 周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我希望大家能够冷静地处理这个事 导致我们之间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 能够好好过下去 你不希望离婚 对 还没走到那一步 她提离婚这件事情有多久了 她已经提过几次吧 你知道离婚的原因吗 不知道 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没有给你一个什么说法吗 三观不合 算吗 对于丈夫小杨 突如其来的离婚诉求 小周感到一头雾水 她想不通到底是为什么 可是小杨却告诉我们 在结婚之前 第一次去小周家 她的心里就已经积累了怨气 我作为相当于是到他们家去第一次 他父母是知道我要去的 到了那个地方 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吃过晚饭了 然后他父母的原话是让我自己做 然后晚上我自己洗 反正我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因为我为了不让他难堪 我也没说什么 他给你什么解释过吗 当时解释过 他说的是他们地方的风俗习惯 他的解释你接受吗 我肯定不接受 因为我当时我也问了他们当地的人 因为我有朋友在那边上班 他说这个就是无稽之谈 完全没有的 他第一次上门的时候 说实话那个关于他做饭那个事 我也很惊讶 后来我和我妈说的时候 她说它是一个考验 考验什么 因为之前我还是说过很多好话的 我说这个男孩子很勤劳 又很会做饭 然后反正就相当于花成一朵花吧 然后我妈说是罗子还是马 走拉船溜溜 用第一次上门这个时候的溜 对 我很惊讶 说实话我真的很惊讶 那如果你对这件事情这么不能接受 为什么还继续走下婚姻这条路呢 第一是当时我家里面确实睡得急 然后呢 当时我可能我自己对婚姻的观念有一定问题 什么观念 我觉得结婚就是反正两个人策和过日子 第一次上门的准女婿 就遭到了丈母娘的这番考验 小杨心里着实不爽快 但想来以后毕竟是跟小周过日子 她没有太过在意丈母娘的言行 只是小杨没有想到 接下来丈母娘做的事情 直接动摇了她对这段婚姻的信心 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们父母嘛提过礼金的事 当时她母亲说过这样一句话 她说你拿得出来就拿 拿不出来就算了 反正我们也不会要你一分钱 你拿多少我们还给你 后来呢 后面就不一样了 她妈就退了一半 当时你如果说要彩礼 你不说那句话还好一点 你说了那句话跟当初的说法不一样 我肯定有点不舒服 礼金那个事 主要我也很意外我妈的这个做法 因为这个事我还和她吵架了的 她明明白白是这样说的 她全部都是拿的六万八现钱 然后其他的 哪怕就是一瓶矿泉水都没有 也就相当于就是 她留下的那一半的礼金 相当于就是全部算为礼品的钱 她是跟我这样解释的 我觉得我在我妈和我丈夫之间 我就是猪八街照镜子那种 你外都不是人 我说这边 我说不过 我劝这边 我也劝不过 而窝囊七就是我一个人的 但是后面 我想当时也该买个房子 其实我们家里面的情况 当时买她房子 肯定是拿得出来钱的 然后我父亲和我商量 就是就去考验一下 到底看 岳父岳母对我重不重视 我就让她打了电话给她母亲 说给我们借个几万块钱 我们当时是这样说的 这个钱你存在银行是多少利息 我们照样给 我写借条 当时她母亲的一句话就是 没钱 自己贷款去 这个考验是在考验什么 我就觉得看到底她妈对我们重不重视 完全就是对我们没当回事 房子买了吗 房子没买 因为 不差钱吗 后面考虑到我老爸说的是 可能要离婚 不让我买了 房子那个事 我们家 我妈妈 那一年她没有借钱给我们那一年 他们也要做这个装修这一系列吧 她确确实实 她没有钱给我们 她说她可以去贷款来借给我们 你母亲后来跟你这么说 是因为知道你们不高兴了 然后再说的还是 我和她吵了 我和她吵架 我说就算我嫁出去了嘛 你能帮忙就帮一下我 我又不是不还你 我们照样写这条 因为这个事情跟你父母吵架心理 我也很难受啊 我哪边都不是人 一边是母亲 一边是丈夫 两边都得罪不得 小周活活被逼成了 夹在中间的兽气包 按理说 丈母娘不待见小杨 只会让小杨对丈母娘产生看法 怎么就成了小杨要和小周离婚的理由呢 这肯定是一部分嘛 我跟她个人也有原因 结婚仅仅三年 小杨和小周之间能有什么问题呢 她跟我在一块的话 她也不会给我面子 在老家 家里面串门 亲戚串门 比如说春节大家吃饭 家里面长辈开个玩笑 她只要听不舒服的 然后马上就会翻脸 小孩 在几个月的时候 一岁的样子 抱着 然后我们那一长辈 然后碰了一下小孩的脸 然后她就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 就会跟我说啥 就会跟我闹啥 我就忍 我忍得过去就忍 忍不过去我就出去 她说小孩这个事 我猜她应该说的就是 小孩应该在四个月左右吧 然后他们有一个亲戚 那么小的小孩 她就把烟拿过来 试一下 这种事情我不翻脸 不可能的 你说是点着的香烟 对 她点着香烟 你来试一下 她说就相当于逗她 应该是没有点吧 不可能谁有这么弱子 我们家里的亲戚 反正就是拿香烟来给孩子 然后当时我确实承认 我就生气了 和她吵 就是我觉得她不作为 这种事情明明该家长 就是说相当于她作为父亲 她来处置 非要我来就是说 非要我来处理 本来她可以化解的 对啊 当时她也在场啊 所有人都觉得 拿香烟跟孩子 逗一下都觉得没问题嘛 我觉得这完全有问题啊 我作为母亲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 我明确就那一次 我发过一次 如果就那一次的话 为什么杨先生会这么受不了呢 不只一次 她只要一听里面不顺意 她的脸色马上就不一样 妻子学不会控制情绪 在大厅广众之下 说翻脸就翻脸的性格 让小杨觉得 她并不好相处 她心里对这段 一开始就不算满意的婚姻 再次减分 不过结婚时间不长 她希望妻子能够努力调整 但是接下来 妻子瞒着她 两次经济挥霍 让小杨彻底坚定了 离婚的决心 她去跟他们学校老师跟风 什么投资在网上 被骗了 我只问了她一句 我说你为什么之前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不跟我说一下 她说了一句 我天天不在家 但是那时候 我们是每天晚上都通电话的 都要通一个小时 但是她知之未提 然后她亏了进去 吃了亏了 全被骗了 过了一个礼拜才跟我说 关于这个事 我确实愧疚 我一直觉得 这个事我做错了的 我没有跟她商量 应该是在2017年吧 我从生完小孩的时候 然后我就是认课老师 单独的工资 也就两千多块钱嘛 我也可以说那时候 自己是投机取巧了吧 因为缺钱 我本身是希望挣了钱 给她个惊喜 哪知道亏进去了 亏进去了 我就更那种害怕的心理 你知道吧 就是说我自己错了 这就是 去年回去准备买房的时候 我就想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钱 结果我无意中又发现 她17年还干了一件啥事 跟上一次那个投资的时候 前后可能就两个月的事 她也没跟我说 她干什么 她去买什么减肥药 也是花了一万多 我是觉得那个完全就是骗局 明眼人在网上一搜 就在那个公司骗人的 减肥之前我们就跟她说的 你的科学 你不能相信什么药性 可能起副作用 你在生气哪个点 我就觉得她这种事情不告诉我 因为之前她都说的 要跟我商量 我生完小孩的时候140 她在家里面说 我像个相扑 好 周围的亲戚也说 我把她的那饭都吃了 这对生完孩子的女性 真的是特别不错 我想说她其实 根本没懂那个概念 她认为这个事 你应该告诉她 你怎么看 我买了过后 然后发现这个事 并没有其他的 然后我又退回去的 相当于那个钱是反而来的 比如说类似这样的事情 你觉得是不是要告诉她 还是你有你的看法 因为减肥那个事 说实话 我还是有羞耻心的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说我 你太想摆脱那个形象了 对 你永远没办法想象 一个人突然碰那么多 杨先生你看 能理解她吗 减肥我是能理解 但是我就觉得 她做这种事不跟我商量 因为之前她都说的 四月份的时候 当时她就说的 她以后有事要跟我商量 结果如果说不是因为 自己去看了一下手机 看有多少钱 然后我可能 一直都不知道这个事 因为我觉得跟她说的 她肯定反对的 她没办法理解我那种急切的心 肥胖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就像一场噩梦 小周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 她认为的那个丑陋的形象 但是小杨生气的点 不在于妻子的形象 而是她一次又一次地经济隐瞒 至此她打定了主意 要离婚 刚好去年就是因为买房子 跟她父母那打了电话 那我也发现她 可能就去买减肥药这个事 我就觉得没意思了 我要离婚 那个事过后 我们一直分居状态的 她从广州打电话回来 她说后悔结婚了 后悔要小孩了 四个人都有点来不起 突然所有的事情 都没给你个准备 面对婚姻将被丈夫 强行划上去后 小周仿佛在梦里 没有一点防备 生活中的这些琐事 至于要离婚吗 会不会是丈夫自己变心了 带着心中的疑惑 她向小杨抛出了两个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威 金牌调节节目继续 我有这样两个问题 一个是去年你的朋友圈 出现了一个你回复了 想你了 我想问这个想你了 你指的是想谁了 你是哪里想的 反正我忘了 反正但是你回复了 回复谁 她回复谁我看不到 因为我和对方不是好友 拿出来看嘛 我拿出来给你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为谁转发的 那个拼多多的拼一道 因为当时我也给孩子 拼个玩具 需要别人帮你转发 需要帮你帮忙分享那种 她帮过吗 没有吧 她帮另外的人转发了 你觉得这个转发 说明什么问题 说我不知道 对方是男生还是女生 怎样一个朋友 因为你平常 基本上不会关注这个事的 还有就是 去年春节的时候 我找你借包对不对 你能告诉我一下 电影票是什么事吗 什么电影票 背包里面的电影票 其实我也没发现 是你儿子 他帮我收拾包的时候 拿出来的 电影票 电影票有什么问题 两张电影票吧 你一个人总不可能 看两个位置吧 这些问题在你发现的当下 我没有问 因为我还是希望维持感情 因为我怕问了过后 大家弄得更难看 更茂固 我一个一个给你解释 至于你说回复那一个 我真我想不起来了 然后你说拼多多 我这样 我为啥没跟你拼单 因为当时都已经决定要离婚了 你早拼我肯定不会的 我至于是给谁拼的 你可以翻记录出来看 我说实话 我自己也不清楚 然后电影票的话 暴力还多得很 我经常我跟我们那位同事 男同事 我们一块去看电影人 那心里就是把所有的疑问 加在一起 加在一块我能理解 一个疑问 是不是今天你提离婚 是因为你的感情 离婚这个问题 不会受其他影响 你们平常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相聚的频率啊 关系好的时候 每个月可能见一次吧 他因为他的工作都是常住外嘛 关系不好的时候呢 关系不好的时候 很久很久不见吧 没生小孩之前啊 我们是几乎是每个礼拜都会见面的 只要我不出差 而且为了他怀孕的时候方便 我当时租房子 搬到他们学校边上去住了 那个时候的热情 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跟他吵架的次数太多了 太频繁了 你认为是消磨了 我就觉得消磨了 有些东西我都觉得无所谓了 在我的观念里面 我都觉得没影响 随便怎么出我脊梁骨啊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都放得下了 我理解你这句话的意思是 你以前会那么做 去照顾他也好 陪他也好 是出于责任 而不是出于感情 对 她是我唯一的男朋友 也是唯一的丈夫 然后结果他今天来跟我这样讲 我若对你没有感情 我何必在这里坚持 从小周的一番话中 我们感受到 他对这段感情的重视程度 双方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是谁都不想看到的结果 那么从矛盾的最先起源 丈母娘那里 能否为这段婚姻 寻找到一线生机呢 为此主持人张婷 与小周的母亲罗女士 进行了连线 喂 您好 罗女士您好 在他们结婚前 女婿有谈到 有几件事情 让她心里不舒服 一就是她第一次上门 你们让她自己做饭 是为什么呢 其实你们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就是考验考验这个男孩 是这意思吗 对 好 然后还有一个礼金的事 她说当初你说了 是给多少回多少 然后后来只回了一半 这是什么情况呢 对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女婿在你们心里 你们觉得她怎么样 那她的地下有差 那她的地下 一般人都 说话不老实 在结婚之旋 有车有房子 跟那个 她那个傻子都没有 还一直都 扣扣你 车子房子她都没有 然后还扣扣我 结婚以后她的表现 女婿这边提出离婚这个事情 卢女士 你的态度是什么 好 我们先连线到这儿啊 再见啊 如果这个家散了 也就会将影响到就是 所有的人都要 重新走一遍 我只是觉得孩子挺可怜的 孩子现在多大了 还没三岁 将来又是一个 离家庭 因为本身我做这个教育工作 而我也看过太多的 离家庭的问题 担心家庭的孩子 在她的这一个 第一步父母就已经 婚姻上就给她一个 错误的示范嘛 我只能这样讲 我不知道她将来的行为性格 会不会受到影响 假如归给她 她一般都是托付给她父母的 你会为孩子的未来 有很多很多的担忧 对 很多很多的担忧 她都觉得无所谓 我不说一定要赢到起跑线 她连一个完整的家庭都没有 这条起跑线就已经断了 累的时候我也想逃避一下 我就想要么我挂了算了 就死了算了 对啊 我死了 我就不用担心我妈骂我 我也不用担心 我的小孩怎样怎样的 他们愿怎样就怎样吧 钱也无所谓 房间也无所谓 赤裸裸地来 赤裸裸地走呗 小周的母亲言语中透露 她对这个女婿不甚满意 她们双方的抗拒 令小周备受煎熬 但是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小周目前担心的是 离婚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影响 为此 她再次卑微地恳求丈夫 不要离婚 她们的婚姻是否值得挽回 我们的调解团队会如何检验 调解员胡静云为他们准备了一个缓解 这两位我们这样听两位观察员 分别站在你们的角度 说出你们的感受 方便你们去表达自己 准确地去理解对方 这样为你们各自的决策 提供一个比较直接的参考 观察员吴韵和杨世敏 将分别站在小周和小杨的立场上 为夫妻双方代言 他们的努力能否为夫妻俩的婚姻 争取到一个修复的机会 通过这个环节 夫妻两个能够更加理解和体谅对方吗 大先生 我明确告诉你 我对这段婚姻 我不光是在为自己争取 我也想为孩子争取 如果今天看到你如此轻率地放弃 我的心很痛 你明白吗 我也给过机会 但是你改的还不够 如果说一段婚姻 因为你的不愉快不爽 就被判上死刑的话 那你不觉得你不负责任 太轻率了吗 你是不是辜负了当初 娶我的那些海事山盟 曾经没有海事山盟 我们只是因为各有所需 结合在一块 现在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 心不在了 如果说一开始 我们俩的结合就是僵错 那么就应该救错 我愿意和你一起面对和改变 我也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些力量 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些风浪 而不是说你掉转船头 留下我和孩子 你不要一直在说我 你一定要弄明白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为什么会在一年前 我就选择要开始逃避 我说的道理你都不懂 和我的家人关系处理不好 和我的亲戚朋友的关系处理不好 我是喜欢一个轻松的环境 不是一个那么压抑的环境 这就是我 所以我选择逃避 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意 我也知道了 我应该去调整的方向 我愿意去调整 只是我的步伐可能还跟不上你的期待 但至少 你应该给我和孩子更多的一些时间和耐心 难道我们都不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吗 真是因为看到了 所以我今天才选择到这儿来 不然的话我就不会来 但是我希望能够好聚好散 两位观察员这段动情的演绎 有没有为当事人双方带来一些触动呢 小周几度哽咽 仿佛武运说出了他的心声 那位老师很大程度上怀孕了我吧 他代表问了一些我想问的 就一定就是要分开嘛 然而小杨却十分平静 他离婚的念头似乎依然没有改变 我说实话 我类型是很平静的 也没有任何欺负 我要享受过于享受自己的平静 说实话在婚姻面前你还是年轻的 他们这段婚姻 真的到了非离不可的地步吗 我们的调解团队会如何判定 看到二位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我觉得真的很可惜 你们这个成长的代价有点大 看到这个先生在这里面的表现 第一个呢 我就看到你经常在笑 第一个点呢 你说你不懂他 你不懂爱 你在笑 还有一个笑呢 他的母亲在说你的时候 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也在笑 还有一个呢 你告诉他 你心里面已经决定了 我是其实是在分居 你也在笑 我的感觉就是 在你们两个人中间 其实已经不平等 轻蔑地笑 已经看不上了 你看我妻子多么糟糕 脾气又不好 性格又不好 我觉得你的妻子 在你心里面的形象已经变得很小 而且呢 因为你的不顾一切 对你和你家人伤害特别大 明明在你们俩刚开始见面的时候 那么多的不和谐 你依然为了结婚而结婚 你不顾这些不舒服的这些点 第二个 你们两个人结婚四年 然后孩子还不到三岁的情况下 你依然不顾一切地要离婚 你不断地不顾一切地做这个 做那个 当你不爱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不会爱你 你也不会很舒服 夫妻二人相处呢 最重要的就是真诚 还有一个是平等 就情感上你们两人不平等 一个拼命地想分离 一个我想维护这个东西 你妻子在这个关系当中 我觉得已经变得很卑微了 当一个婚姻 没有真诚和平等的时候 二位在一起 真的是不太幸福 这是我从关系层面说的 但是从个人层面上 我相信你在几次离婚结婚 后面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你和邹女士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你用了一个词 逃避父母的催婚 你的岳父岳母 当你第一次踏入家门的时候 让你去做饭 你认为岳父岳母 不能感觉到这种关系吗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是不是深爱 她的眼神当中是可以透露的 她的行为举止上 是可以有很强的表达的 所以当你的岳父岳母 想考验你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爱邹女士 你不会记恨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 很好的表现机会 可是你不是 你记恨了 因为你没有更加深地去 了解你的岳父岳母的初衷 而是自己下了一个定义 你们谁都没有走进对方 而邹女士你也一样 所以你们会发生很多的矛盾 这种矛盾的出现 就是因为你们不去听对方的声音 不去感受对方所处的位置 比如说小孩四个月 家里亲戚朋友 这个给烟这个事 母亲还在哺乳期 当一个女人生产完孩子之后 她有强烈的护子心态 这是天性啊 当她发现有别人对自己的孩子 做出伤害的时候 她一定会出来保护 而你直接不愿意理会 甚至觉得那简直就是过分 你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父亲 没有走进一个母亲的心态 所以你认为 护什么护啊又不会伤害 不听不看也不想 更不愿意去体会她 再说到后面 刚刚我和吴老师在表演的那一段 我自己的情绪到了后半段 是很沉重的 甚至我都想说出 我愿意和你再继续尝试地过下去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为了曾经的一个躲避 逃避父母的催婚 你害了他一辈子 他的初恋是你 他认为可以走一辈子的爱人 也是你 而且你们还生下了 一个可爱的宝宝 但是你今天却跟他说 我和你没有爱情 是没有爱情 还是你在逃避 你自己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 你们婚姻当中的摩擦是怎么处理的 一个是直接上脸 上纲上线 一个是按下不表 秋后算账 直接离婚 是不是在过家家呀 杨先生 有几桩事情 你心里一直不快 妻子投资失败了 你责怪他 不告知 不透明 你关注到的是这些点 可是你似乎忘却了 他这么做的背后 其实是想努力地去缓解家庭 经济的窘迫 他的初心 是为这个家 同样 滥用钱去买什么减肥药 你解读到的是什么 是他一而再再而三 执迷不悟 上当受骗 于是你的后果 就是直接地分居 你看到了他内心的 独白是什么 我不想成为一个 黄脸颇臃肿的胖子 我要为我的孩子 为我的丈夫 去维护好自己的形象 你只看到你自己 内心的痛苦和不满 为什么你会被这些 其实并不是很大的事情 却把你的内心给扰乱了 你会被激怒呢 我觉得你不够强大 你没有大的格局 你不能包容 你如果坐不到海纳百川的话 你就永远是那半瓶子水 你会晃荡 你会不安 你会起波澜 再有杨先生 你看到如此霸道的丈娘 强悍的妻子 他们现在的状况是 愁眉不展 他们并不如意 你高兴吗 对 是因为你其实也知道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婚姻之战当中 没有尤家 都是输家 那为什么急于要去离婚 就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 几位观察员认为 小杨和小周的婚姻 不至于没有希望 现在离婚未免太过草率 同时调解员胡建云认为 真正的成熟 是提升处理情感和情绪的能力 而不是以离婚的方式来寻求解脱 你心里面的急 从哪里来的 其实是从他母亲的态度来的 他母亲的态度 他有多大程度 主宰你们的生活 虽然说看到了你的难受 但说实话 同样 我们也眼睁睁地看到了你的气量 你会有更加多元化的方式来表达 从而去 让大家之间的摩擦 减小一点吗 你会有出其不意的惊喜 源源不断地让他感觉到你的爱吗 让他去内心获得一个平衡吗 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讲 跟你在一起福利何在 一个女人进入到一个家庭里面 她今天对你都放不下手 未必是你魅力有多大 更多的来讲是家庭的魅力有多大 家庭的责任有多大 婚姻是非常崭新的一个课堂 我们进到婚姻里面 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就是我肯定有很多缺点 要在小事里面去打 我也很多未知 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补足 你面对一个长辈 看上去无理的话 你就会想 这可能是现实生活里面 经常会碰到的事情 那我要调教我的心 来迎接七大姑八大姨 都会有的各种的东西 结了婚之后 不仅是两个家庭结婚 还是你跟全世界结婚 它都需要你的一份新的成熟 对你们的感觉来讲 我要离婚了 意思等于什么 我要走了 为什么 我舒服一点 我安静一点 你有这么简单吗 就好比我把一个千人大企业交给你 然后你当厂长 什么事都你开始运行了两个月之后 你老人家说 不行一点累了 我走了 拜托交接怎么交接啊 也许你交接完了之后 这个企业就必死无疑 然后一千多人就跟着你 完蛋了 要有这个责任 这才就是责任意识 你喊离婚 你喊得特别轻巧 那你就跟某些人是差不多了 离婚是文明的一个体现 但是我们离婚的时候 一定要弄明白 我们是为什么 做了哪些事 没做哪些事 心里要明白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拼拼齐何 互不上孩子 对孩子的影响也是到最小程度 这个叫文明离婚 我是这样离婚 所以建议两位 顺重一点 婚姻不是一堂免费的体验课 它是一堂漫长的人生课 教会我们责任和勇气 希望今天小杨能够理解其中的奥妙 接下来密室环节展开 小杨对于离婚的决定 会有所改变吗 你现在还是坚定的一定要离 孩子心向于离乐为好 对于你也好 对于他也好 两个人都不容易 但是更不容易的 可能接下来离婚之后 是这个孩子的教育 如果说你不能耽误起父亲的责任 丢给爷爷奶奶带 其实他就跟留守儿 都没什么区别了 我肯定是把父母 跟小孩一块钱弄到我身边去 那我上班嘛 我下班来都可以回家陪小孩来 所以你没有想过 就是你们三个人 单独想过 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 一家三口结束异地分居 小杨直白地拒绝了 他似乎已经把离婚后的生活 一切都安排好了 唯独把妻子排除在外 但是杨师敏认为 固执己见感受不到婚姻的滋养 也会让自己深陷痛苦之中 如果你还是这种抗拒的心态 死活我就不能够体谅 其实他逼得蛮苦的 如果你不能享受这种 父子的快乐 不能享受这种婚姻生活 不能享受她是你妻子 那你就痛苦了 互相体谅 享受婚姻赋予的快乐 才能感受更多的幸福 此时妻子小周在密室的另一边 和五蕴进行交流 她表示在丈夫提出离婚后 她已经做出了许多改变 祈求挽回丈夫的心 我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我一直在尽力地感 她回来过一次 不管孩子 打游戏 整天打游戏 饭都是做好了 叫她 我觉得一颗红心 两种准备 那就是说你尽全力去修复 包括具体有哪些措施 即便她不愿意 她不眷恋 你的改变不会因为她 存不存在而停止 就像我读书 是为我自己 对 向善变好 都是为自己 为孩子而发生的 一颗红心 两手准备 努力为自己和所爱之人 变得更好 才能更加接近幸福 带着小周 想要挽回丈夫的心愿 五蕴决定来到小杨身边 再做一番努力 多一些思考 也给自己留一些余地 而不是说 我就得离 你们俩去民政局 九块九吧 很容易 难的是 好好地把日子过下去 如果你这么为难 转身逃跑的话 孩子也看到了一个什么 一个当逃兵的父亲 我现在不跟他离 孩子十八岁之后 我肯定还会跟他离 你听我说 不要什么等到十八岁 三个月或者是半年 你观察一下 如果不行 大家至少努力过 但是这三个月不是什么 不是两手一摊 随便你啊 对于五蕴最后提出的 这个方案和要求 小杨会答应吗 重新回到调解现场后 他会有什么样的表态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密室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看一下两位年轻人 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 我觉得可能之前 我有些话说得太决绝了 可能都要给双方一个 改过的机会嘛 相当于再加深一下印象 重新认识一下自己 然后我们再试着 相处一段时间 老公 我确实是非常需要你的 孩子也非常需要你 以前你工作在外面的时候 只有我很想你 可能因为一个人生活久了 然后导致了出现的言行 或者行为习惯 都让你感到困难 我已经认识到我的问题了 并且我已经在为这些问题 经历做出改变 我希望你能看到 关于我的父母 与你的矛盾 我一直站队 就是肯定站你这一边 我是内心希望你们得到 就是说一个环境 我希望我们一家三口 都能够好好的 他刚才说给一个机会给大家 对于他这个决定 你现在的心情是什么 高兴吧 对 那就高兴的样子 我其实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我不知道就是说 我说了这番话 让你就是说心情是怎样的 我很害怕 其实你的心情我都能理解 可能我们俩的关系 可能是不平衡 一个太弱势 一个太强势 婚姻恋爱里面 如果不平衡的关系 可能确实不能维持多久 我们尽量以后 还是把这个关系 想办法让它平衡一下 不要偏向任何一方 事情总会解决那一天 传道桥桥自然之 车道三千必有路 可能这一年多 可能有些地方 我做得也确实比较过分 可能这些都是我们成长 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经历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今天你们 算是有一个机会 重新看待对方 看待婚姻 看待生活 小周女士 开心一点 你要记住 祈求是不会得来爱情的 你越好 人家就看得见 就越接近你 你爱爱自己 让自己更美好 幸福的主动权就在手里 或许是小周足够成熟 证实到婚姻的重要性 他甘愿在这段婚姻里 卑躬屈膝 去道歉 去流泪 去认识自己的错 比起卑微到尘埃里 不如选择优秀成长 变成更好的人 幸福可能会悄悄降临 婚姻就像一场马拉松 从奔跑的那一刻开始 便赋予了神圣的使命 所以请不要半路轻言放弃 我是观察员陈玉 生活当中我们看见 有些人脾气急 有些人做事梦 这一切都是性格使狼 性格决定了一个人 在商业与职场 婚姻与情感 亲子与教育的动机和选择 选择导致结果 所以性格决定命运 10月6日晚8点 我在直播间